鞋骨 鞋骨先擦一下水 鞋骨捞出来过冷水清洗干净 我们先把鞋骨放到砂锅里 小骨煮一个小时 这个是我们朝商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青菜 春菜 它煮出来特别的清甜 先把这个鞋的位置拍扁一下 然后再切成段 叶子跟鞋分开来装 这个骨头煮了有一个小时了 我们现在先把它捞出来 炒这个春菜呢 我们要用猪油 这样炒出来才是更香 先放点姜丝下去炸香 接着把这个菜感放下去炒软 最后把这个菜面放进来 炒软的春菜放到砂锅里 现在把这个骨头倒回去继续煲 煲到这个春菜软烂就可以 做这个春菜包呢 要注意不要盖盖 盖上盖的话呢 这个叶子会变黄 然后你也不要包的太久 春菜包的软烂就可以了 春菜包软了之后呢 再加少许盐 调一下味就可以 这个春菜浆的做法呢 有菜有汤也有肉 包出来特别的香甜 看这个汤的颜色很漂亮 这个菜呢它有清热去火的作用 先舀一碗出来试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朝上人最喜欢吃的一个菜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啊 会哟 喔 我